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翠 外婆怎么样了 阿翠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来 亮亮回来了 外婆 亮亮啊 外婆答应你的事 可能做不到了 你怪不怪外婆呀 外婆 怎么可能怪你呢 我还等着你和我一起去找王正 傻孩子 外婆就不去了 外婆要去找你外公 她已经等我很久了 外婆 你会好起来的呀 亮亮 你该走了 你该走了 吧 小正这孩子 我虽然只见了一面 但我能看得出 她是真心爱你的 她 把你托付给她 她 外婆 放心 我 我舍不得你 她在等你 别像外婆一样 她 让外公 等那么久 让外公 等那么久 外婆 最疼亮亮了 我可不想看到 亮亮以后 再也开心不起来 去吧 别让自己后悔 阿牛 会照顾好外婆的 放心吧 好吗 亮亮咋还不回来啊 时空遛风叫关了 亮亮 一定会回来的 大王 再不回去回不去了 对呀 表叔 我回来了 直空很静 欲望星星 时间照顶 此刻的关系 心还那么沉静 谁一触摸就呼吸 靠近你 看天气起点 触碰着心眼 虚余的世界 我会沉迷爱恋 时空错了一切 轻动着再沉一眼 遇见 心跳在一场月 和我醒来 我遗忘 日月把你的样子 你的清醒在浮现 两个世界 只因为我们相恋 我遗忘 亮亮 你怎么了 你去哪儿了 我 怕你饿了 就到超市给你买了点吃的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让你担心了 让你担心了 对了 外婆怎么样了 外婆住院了 亮亮 我决定了 要留在你的世界生活 明天我们就一起去看外婆 至此 再也没有任何事 可以把我们分开 我们会永远 一直在一起 对了 我对 那你走了 那你的王国还有那些大臣百姓怎么办啊 大王王后早上好 大家早 第二十二条 设美七日为一周 以七药为名 每周末最后两日 无论何等品级 均自由享有 进军各府军可自设轮休制度 第二十三条 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 禁止买卖 抢取 胁迫等一切违背男女意愿的婚姻形式 你 我妃儿终于是 王后了 恭喜太后 和妃儿均主 拍家也该一养天年了 红果儿 找个心仪的夫君嫁了吧 红果不嫁 红果儿要一直陪着天后 傻孩子 大王 王后 大王你说 表兄是不是 早就已经决定 和亮亮一起走了 我想 本王想 应该是的 要不然 他不会写这本书 你看 他推行了新的律法 更新了科举制度 让百姓生活得 更加公平 更加幸福 他可真是一代明君啊 也不知道 他和亮亮在那边 过得好不好 当然 在理想国你就不是大王了 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你必须要学习知识 从今天起 每周 一三五学语文数学英语 二四六就学历史生物地理 好 而我呢 也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你的老师 杨老师 老师 那周日呢 周日 就是看情况吧 要是表现得好呢 就给你放一天价 要是不听话呢 就学道德与法治 可是 老师 我觉得道德与法治 有点太简单了 我最近 在读这个 忘了 是大王 学胜多也肯定快哈 但是你不要得意 你在这里生存 你就光学这种 社会科学 那是不顶用的 你还要学自然科学 老师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还有 这个 我 我还看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我 啥都会 我交比较 不交 走 等一下 既然 你当不了我的老师 那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 嗯 老弟 什么老弟啊 没没管啊 过来给你付点事 审明 近日 我是发现 一段关于我是一人 汪正先生 与女子在KTV里 审清用文的序调视频 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同时 经过我是调查 视频中的男子 还假冒汪正先生 为黄金一代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酷开网络可及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 翻酷娱乐城进行 非法待业 之前引进川普 对汪正先生 造成了极其恶来的影响 我是想保留一切 对于你们 以罚嘴数的权利 知道吧 嗯 听懂了吗 这些事 都是你们做的吧 汪正 这些事 是空很静 欲望星星 时间交替 此刻的关系 心海浪漠而沉静 谁一触摸就呼吸 靠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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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